藍白在总统选战各自努力 而昨天民进党赖清德则是出席创业凯模奖活动 表示要协助企业 让台湾成为台商生存发展的根据地 而至于担任副手的萧美琴 总统府昨天发布了总统令 准辞驻美代表 亲自颁奖给得奖人 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 出席创业凯模暨创业相符奖活动 致辞时提到要协助企业进行数位跟近邻的双轴转型 让台湾成为台商生存发展的根据地 也会支持创新创业 让台湾的创新创业能够跟国际接轨 总统府二十八号发布总统令 萧美琴准辞驻美代表 府方表示新任人选待确定后会正式公布 国民党侯友宜则出席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联谊晚宴 不过近期多份民调显示 民进党赖萧佩人居领先 国民党侯康佩即起直追 甚至进入误差范围 民众党柯迎配则趋势向下 排在第三 赵烧康直言侯康佩的年轻人支持度太低 要开放五间学校邀请演讲 直接面对年轻人 民众党柯文哲虽然跟侯友宜出席同场活动 却没有同台 蓝白在总统选战各自努力 但柯文哲称有国际骗子 宣承若愿当副手就给两亿美元 科办直言消息从国民党方面人事传过来的 赵烧康则喊话柯文哲要讲清楚 不要故弄全虚 民众党不只要面对 外部挑战党内再传有彰化现议员宣布退党 科文哲直言蓝白盒破局就是因素之一 面对震荡民众党要重新出发 记者综合报导